自2019年8月1日起,中国海关将要严查携带超额美元出境,查到将会罚款超过2万美金,有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巨额的话,还有可能判处洗钱罪,会被判刑。 众所周知,每个国家对携带现金出入境都有一定数额的限制,美国是携带超过1万美元必须申报,中国则是5000美元。 近日,有微博网友爆料称,中国海关将对携带超量外币进行严查,如被查到未申报携带超现金出入境者将被刻意巨额罚款。 出境携带2万美元以下,或者入境携带5万美元以下,只是警告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根据微博上疯传的信息显示,这项关于严查携带超量现金的通知如下。 1. 对于携带超量外币现钞进出境为依法向海关申报的行为,在固定证据排除走私嫌疑后,各海关应当按照行政强制适等性的原则扣除最高可能科处的罚款额度后,即使将其余的外币现钞解除扣留,反排当事人。 2. 对于携带超量外币现钞进进折合2万美元以下,或者进进折合5万美金以下的各海关可以区分情形作出单独于以警告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处理决定。 本通知自2019年8月1日期执行,携带超现金会有什么处罚。 根据中国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携带超过1万美元以上应当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领携带证,携带外币出境许可证哪里开方便呢? 下面以工商银行办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为例进行说明。 根据国家外管政策规定,您包括居民及非居民,出境携带外币现钞超出最近一次入境申报外币现钞数额记录的,或者没有最近一次入境申报外币现钞数额记录,且携带一定几哪以上外币现钞的,必须在出境之前办理。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并在出境时主动向海关出示申报,如您在我行存有外币,需要提取一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携带外币出境时,可向我行营业网点提出申请,我行将按规定向您签发,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以下简称携带证,申请办理。 1. 携出金额在等值5000美元以内含的,不需申领携带证,海关予以放行当天多次往返及短期内多次往返者除外。 2. 携出金额在等值5000美元以上至1万美元含的,应当持我行存款凭证,本人护照或有效签证向我行申领携带证出境时,海关评加改银行印章的携带证验放。 3. 携出金额在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应当向存款或购费银行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申领携带证,海关评加改外汇局印章的携带证验放。 4. 对使用多张携带证的,若加改银行印章的外币携带证累计总额超过等值1万美元,海关不约放行。 5. 携带证自签发之日期30天之内一次使用有效。 5. 常见问题1. 如果您的携带证丢失了怎么办? 6. 如果您的携带证不胜一失,可回我行元签发网点开具不办证明,然后凭该证明到当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机构办理核准件,再凭核准件到我行元签发网点不办。 7. 携带证2. 更多的外币资金如何携出境外? 8. 携带外币现钞出境超过一定金额需开吏,携带证同时存在丢失美被盗的风险,因此建议您这随身携带必要的外币现钞。 8. 其余外汇资金通过我行向您提供的其他方式汇出或携出境外,包括电汇汇汇出、开立汇票、速汇金汇出、购买旅行支票、存入国际信用卡等方式。 8. 携带领前建议大家先电话咨询各大银行服务热线,尽量准备齐全各种材料。 那么,如果没有申报也没有携带证,携带巨额现金出入境会面临什么惩罚呢? 1. 按走私论处 2017年1月24日,一名中国籍旅客从上海搭乘航班出境,通过无申报通道接受海关检查时。 海关官员开箱查验后,发现当大量的装整齐的日币现金1060万折合人民币,专题约64万元,移交海关机司部门处理。 一旦被认定为走私,那么除了罚款外,还可能面临刑事惩罚。 2. 没收一名经深圳文锦渡口暗出境的香港专题。 女子携带了一支行李箱,选择无申报通道过关,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应刑即可依。 海关对其进行人身检查,结果在其身上发现有榜藏的港币120余万元。 海关按规定放行相当于5000美金的港币,其余按走私处理,予以没收。 3. 对超货币退运一名经广州白云机场入境的外籍男子。 携带一支行李箱和一个手提包,选择无申报通道过关。 海关官员发现其行李箱内装满了美元现钞,共计200余万。 最终,海关依据相关规定对超额携带的货币做了退运处理,并做出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新规放松出近5000美元的限制,之前的出境携带外币限额等值5000美元的规定,是从1993年开始的。 新规主要是对携带超量外币出入境的。 在排除了走私嫌疑后,扣除最高可能刻意的罚款额度后,即使反抬剩下的钱给当事人,也就是说携带超量外币出入境,只要不涉及走私,都将被刻意罚款。 另一方面,对于携带2万美元以下出境或者5万美元以下入境的,则放松了处罚,只是基于警告或者不与行政处罚的处理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